大家好,今天是3月19日,星期二 每星期二都有一個嚴正聲明講講 就是千萬不要被人騙 最近又出了一些東西回來 我又開始辦課堂,即是公開課 教大家投資等等 這些圖,此以來我都不會用的 這麼糟糕的圖 都教人家要用的嗎? 當然,這首人不是我的 就是這樣 還有一件事 今天就是我搬了李家超出來 為什麼呢? 大家看看 這個在Facebook裏面的視頻 有TVB,有這個news TVB,news 跟著有好像,好像是德意志銀行的logo 我說好像 有扎在商,不知什麼 Sworth Morton 用波及來講未來 還有一件事說,就是沒有任何的經驗之下都獲得抽獄 就是李家超就告訴別人 可以用50元,不知可以賺到1000元 用這個矇嘴 就講一些 刨冬瓜 刨到變成刨西瓜 講到一些東西 你問什麼刨冬瓜 分分鐘很可能就是要來騙國內同胞 因為你如果刨冬瓜刨得很正 國內同胞 就認為你是國內人 你刨冬瓜刨得不好正 就當你是真正的香港人 那麼我們香港人看他刨冬瓜刨到變成刨西瓜 就一定就說他瘋了 你這樣你也會 所謂的 所謂的TVB,news 去找人 第一件事 我沒有進去的 我當然是想試圖進去 就是檢舉他 檢舉他之後 你說你是用哪個名字 即是用我機的登記名字 死人都不會進去 是不是 為什麼呢 入去按了之後的時鐘 他不會走去 即是 CAP了那些資料 所以我就將他拍出來 麻煩有關當局 去處理一下他 李家超去教人家 所謂洩漏了機密 使得阿爺的銀行體系 被人家打了一個窟窿出來 可以撤錢走人 即是李家超是一個重犯 洩漏罪行 後果嚴重 分分鐘就淘汰他出局 警方也好 證監也好 18222也好 麻煩 跟進 好嗎 我沒有跟進了 我不敢去舉報這個廣告 因為他可能會CAP了我的資料 不過大家如果看到的話 有一件事 真正 你也不要這樣舉報 因為你說舉報的話 他分分鐘都是假的 只是CAP了 所以就這麼多了 所以我拍張上吹給大家看看 就這樣 好了 講完這裡之後 很簡單而已 再繼續 再繼續說什麼呢 就是看看 這個 今天 跌了嘛 日本已經決定了 這個息口方面 就是 不再負利率 是由0 至0 0.1 那麼 沒什麼所謂的 這個已經講了成年 幾兩年三年 這根本日本央行 你都不是自己決定的 美國也幫你決定的 是不是 那就是變成無法治 因為為什麼 日本方你做不做 日本會死的 那麼 起這些什麼 遲些的話 可能到美國 你 減不減息 另外再說了 這些 我們不需要理會 因為美國的減息與否 現在是一個政治決定 不是一個經濟決定 那麼 再其次 你覺得這樣的版塊的話 真正版塊 又是來到 珠寶、中標 這些第一位的話 就是 法學製品、零塑、煤炭 這些 除了這些 可以有實際的東西 其他也沒有什麼 中標珠寶 你也看到的 除了六屋集圈 是大隻一點之外 不過 升了0.1% 升了0.04% 這就升了23% 為什麼? 因為它是3,7 升了這個 我都不知道怎麼說 3,7 這個是 0.07% 所以就升了23% 這些 沒有用了 是不是? 那些 買不到的 再其次 就是 後來會怎樣呢? 一些法學製品 法學製品的時裝 除了中華石油 法的硬的東西之外 有這些東西之外 其他這些 都是 小一點的東西 不過基本上 化學 的這個板塊 開始是上升 雖然有些是很小的 亦都有些 是大隻一點的 是上升 因為 中國的工業開始 不是興皇 是暖身 零售也都一樣 這些是不是有零? 零? 這個比較大一點 就是這麼多 其他就不用管它了 那麼 煤炭方面 亦都一樣 煤炭方面 亦都一樣 是全線上升的 全部都是大牛龜 這個代表了什麼呢? 亦都代表了 中國的工業 開始 那是在動身 紡織 和服裝的配色方面 這裏很簡單 又是這個 是 這裏很小的 另外我們看看個別版派 很多都是綠色的跌 小米升少少 中國海洋石油是軸升 石油股也是軸升 金融升 協欣科技升 因為這是在做光復業方面 優必損又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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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次我們看看其子 其次方異表現得不好 因為跌穿了波利加通道的中軸 中軸是16618 然後是1652 今天最高也是167 最低是164 如果是165的話 今天確認了跌穿了波利加通道中軸 基本上不太好 跌穿中軸就會向下軸進發 下軸是161 161 我們就當成161 162 這樣 就是這點 那 再來到之後 我們看看 今天可以有什麼關卡 留言 留言是特報國際 然後 我們要不要再按 一按 我們要按 我們要按 就是